哈囉大家好,我是我的頻道 我是姜 說之外的 我今天要挑戰一個用喝的香檔十大酷刑 好酷喔 一人那個洞洞 他為什麼愛 他講過來了 欸,過來過來 他的名字叫做 就是他們以前在審視犯人的時候 把頭髮剪碎放進奶茶裡面 不要開這個玩笑 會死人的 我叫小天啊 我叫小天啊 叫犯人喝下去 犯人就會被細小的頭髮隨便穿刺 痛不欲生 知道供出真相為止 現在頭髮變少還是沒差 快了,他變少 你現在 要讓自己痛苦嗎 純正的絲法奶茶 不 3 2 7 加油王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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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完啦 啊 啊 刺刺了 一般人我們可能覺得 刺下一些頭髮是不會怎麼樣 掉下來真的很刺 很像噎到魚是那種感覺 你有沒有喝 還是可以叫我大聲啊 可以啊,但是就是刺痛啊 之後這個頻道王狗又不在了 幫我主持了各位 大家好 講真的,我喝完水吃完東西之後 還是卡在這邊 啊 有那種喉嚨發炎的感覺 可是我們平常吃下去東西 吃下去頭髮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但是因為這個已經減細了 難怪這是香港十大酷刑之一 這個不能嘲笑 你看王狗先生現在已經這樣 因為他這樣一口喝下去 抖著他身體再要下去 王狗先生怎麼見絕魚好嗎 難怪訂閱子有六百多 我是不好嗎 謝謝大家 那如果喜歡WT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跟他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 掰 我的名字還沒見你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